好,接下來我要開始玩水產重疊法的部分 就是上次我們有提到重疊法對不對 好,我喜歡一顆一個畫有點呆你知道嗎 我喜歡一起畫,那這個時候其實可以這樣子 我開始沾水,乾淨的清水,大致的筆刷去刷水 這一次我不去,我在整個部分去上 這整顆釋迦沒有高光,整顆上沒問題,或者旁邊讓它走 但是這個茄子就要小心,不要整顆上 要避開,這個時候其實看不清楚對不對 沒有關係,還有這裡也要小心 好,看不清楚,沒關係 其實上水是一個方式,直接帶顏色多一點水直接上也可以 譬如說這顆楊桃很漂亮,我們直接沾橘色 這些顏色,水產很困難的一個點就是說 其實你上色的那個當下,你以為很深 但其實乾掉的時候會很透,很淡 而且不同的顏色,它乾掉變淡的程度又不一樣 好,大家請看,我現在開始 走了齁,我又拿那麼大隻的筆 大膽一點點 我這次我畫的東西,我覺得我要讓它暈出去我都沒關係 因為我們有這些輪廓線 那像楊桃一些亮面的地方,我可以稍微擦乾一點 把它留出來 我先上第一層 開始,這個時候不是沒事做等它乾喔 而是我要開始往裡面丟好玩的顏色 這個留出來白很重要 好,這個時候我注意到它其實有些紅 而且是有點橘紅橘紅的 所以我開始往裡面丟一點紅 然後整體性的去玩它 丟顏色的時候它不會跑出去 它就像一個柵欄一個範圍一樣 會在裡面乖乖的等著 所以不用怕跑出去 只要你畫的時候,走筆的時候能夠控制好 好,第一步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其實我可以再加 可是它又開始暈啊,擴散了 不見得是我要的 我想等它乾一點點再來玩下一步 所以第二點,我開始玩這顆四車 其實這顆四車,超級簡單的 大家看齁 很多的水跟草綠色 那我覺得這整顆下去沒有問題 只要疊上去是淺色先上 都可以,都可以 沒有一定 沒有一定 我是想要先看到這個顏色對不對 因為它是主要的顏色 因為它中間還是有些變化 所以我在考慮說這個時候濕的對不對 開始要丟什麼顏色 我剛剛想的是這個問題 然後邊緣的地方 走好 甚至於讓它跑出來一點點沒什麼關係 大家看齁,這個地方就讓它出去沒關係 那整體感都沒關係 那整體感都沒關係 這種筆齁,很好用的地方就是 可以刷 等一下我在背景 再把它,因為這樣子刷過來 它就會整個融在一起 就會有一種質感 好,接下來齁 我在這裡面我想丟一點土黃色好了 丟一點土黃色 我也不確定這個是多少土黃色 你怎麼沒有看到土黃色 有啊有啊 現在點了就是土黃色 是,我說那顆啊 對啊,我也沒有什麼土黃色 但是我就想加 我就想要加一點東西 可以啊 為什麼不行 就是泥土 不要狗流塞的 狗流塞的拍的 就是說 剛剛我們畫的都帶針筆線對不對 到現在它立體感是不是都還在 對不對,我根本不用怕 然後我再刷第二層 的部分 其實 你看上面的 綠色已經開始越來越淺了 那麼 我開始往岸面丟一點點顏色 我會加一點綠 再加一點咖啡 好,讓它彩度不要太高 試一下看看 還可以 甚至於旁邊 好,我們來玩一下 讓它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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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剛好在岸面 所以沒有問題 但是這個茄子的邊界 我就想要讓它清楚 等一下我們再回頭來處理中間的 這個眉眉嘎嘎嘎的細節 好 那我覺得現在 可以再丟一點點 群青在某些地方 好,來玩一個小東西 就是敲筆 你沾了顏料 好,開始讓它去敲 它會有些自然的效果 這個時候是濕的 所以這些顏料 會在裡面產生一些自然的斑紋 大家回頭看這個 這個羊桃 它變得很淡很淡了 對不對 沒關係 這個顆等一下也會很淡 這個是好的 你們去等它乾的時候去觀察 但是有一個重點 希望大家留意 就是說水彩 盡量是在它濕的時候 就去控制它 不管你要在裡面調顏色渲染 不管你的邊界也是要是柔的 明暗交接是球體的時候要過渡 在這個階段就要處理 不要等它乾掉之後 硬成一塊很銳的邊 譬如說影子的部分 那像譬如說現在這裡 它有點在跑下來對不對 沒關係 我讓它去跑 你看滴水滴水滴水 讓它去流 整個都來沒關係 接下來我要玩這顆茄子 茄子的顏色要調一下 紫色 這一次我換一支筆 藍紫還是紅紫呢 我看看 好這個很紅嘛對不對 我來加一點藍 哪一個藍呢 試試看 喔 深紫色 好這個 深紫色齁 對 好這個地方我覺得應該可以 好這個時候要小心 這個時候上去的時候 上面邊界就濕了對不對 那要嘛就隔開 不然它等一下我這筆畫上去 畫在濕碰到濕的地方 它就會 就會暈進去 那這時候你可以隔開 或者對衛生紙 或者拿一支乾淨的筆 好 把這塊濕的給它吸掉 好衛生紙也很好 就是不要讓那一塊太濕 不然你丟彩度更高的 像我們這些淺色啊 黃色紅色 它是可以疊 然後要越疊越多 才會 搭上去 它上去的時候 顏色也是 滿深的 好 這邊開始擴散出去 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讓它出去 我不在乎 這個時候你看我的筆 抓得比較前面 因為我在控制它的紋理 好這個時候一樣 剛剛那個邊邊的前面 而且綠色已經不見了 我想馬上救回來 再疊一點點回去 好這個時候要等它乾了對不對 再回來處理這一顆 不過我就吹一下好了 我的包裡面有吹風機 好 麻煩你 上一些中間調好了 中間調的部分 亮面稍微留一下 好 這個是跟我現在有的這個草綠色 顏色還蠻接近的 你們調色盤裡面的綠 要注意 彩度很高 如果降低 通常我們看到的市面上的東西 除非是那種比較卡通的那種東西 才會有那麼強的綠 水果類的基本上你們都不太可能直接用 所以降低彩度的方法 就丟一點藍 丟一點咖啡 它彩度馬上就會降下來 或者調自己的顏色 好現在開始來去走一顆一顆的 那我開始濃一點點 那我開始濃一點點 我現在不是按面喔 我現在其實是中間調 一顆一顆的去走 這邊就整片去走 我這邊沒有留白 留白在這邊 跟這邊有沒有 它其實都已經有綠了 第一次那個綠色是最亮的綠色 對可以這麼說 班長你剛剛要問什麼 這個不是表現它的暗面嗎 還沒還沒還沒 那目前我覺得可以再刷一點點綠 就是說重疊法玩到一開始很爽 然後越疊越多的時候就開始要放慢速度 不然會疊過頭 到底明度到哪邊了 在什麼地方了 要開始仔細去觀察 其實它有些白白的東西 亮亮的 好這個時候 好我們一口氣把這顆畫完好了 但是只是為了撕一點藍色 就是亮面的地方現在比較黃對不對 比較多黃色 暗面的地方我想要多帶一點藍色 這樣才會有對比 不要太多 這邊等一下會留反光面 好 現在正式要來了 這次的話 我就要調濃的暗面的顏色 就水分不能過多 剛好就好 濃一點 準備多一點 好 試個一筆看看 好這個時候你其實 為了方便 譬如說我現在找個位置 從後面開始走 按手 對 真的開始暗面了 對 真正的暗面 對比就很明顯了 對不對 對啊 就會跳出來 這個時候是非常重要的階段 立體感能不能再出得來 就是靠這個地方 所以前面的 對 你看喔 我現在它其實 都還沒乾對不對 因為我水分還蠻多的 趁它還沒乾 就像我們說的 還沒乾的時候 該去揉邊的地方 就要去揉 好 我剛剛的做法是 把筆稍微洗一下下 然後拌乾 去旁邊給它撥一下撥一下 撥出它的明暗 好 那這個時候 其實這幾顆就很強烈 對不對 就開始跳出來了 然後呢 後面還有其他比較淺的 也要做出來 一個水線這樣子 好 這時候走筆的時候 就是要流出 那個亮點的地方了 高光的部分 好 趁這個時候還濕的時候 我要開始把它加重 繼續加藍色 好 再加點咖啡 暗面很暗 然後沾一點點水 我要讓剛剛這兩個線段 融合在一起 我還不急的加到最深最深 不急 因為我們說過嘛 這個方法是逐步逐步去加深 類似像這樣子 OK 那這個時候呢 我可以讓它帶一點點顏色下來 一點點就好了 好 我想回頭來處理這個陽桃的部分 好 那個暗面的部分 我來試試看 譬如說我用咖啡色 我們要加深任何的顏色 不管是綠 或者是黃的 暗面的地方 跑不掉 通常就是往咖啡 往藍去加 好 但是咖啡 像它那個影子 這個下面那個地方 咖啡嗎 試試看 可能還可以 它帶一些些紅 在裡面 我們來試試看 我開始把影子做出來 好 這個時候 先把它揉邊 該揉的揉開來 影子才會漂亮 然後呢 它有看到帶一點點的紅 試試看 或者是橘呢 試試看 好 接下來 橘色加紅色 讓這個 顏色更重一點點 來吃這個 反光面看看 再橘一點點 這邊有變化 到後半段的時候 看到有黃色 好 接下來呢 這邊清理一下 調色區 調色區如果不夠的時候 該 打掃了 就把它打掃一下 有人計時我現在畫了多久了嗎 我本來想抓40分鐘左右 好過了嗎 我不曉得 現在25分 那應該還好吧 大概7點才開始的吧 OK OK 接下來呢 我要開始處理 這個楊桃的細微的地方了 一樣黃 橘色黃色 來 開始走 你如果 手沒地方靠的時候 你可以手櫃在上面 開始去走 濃一點點 這個時候幾乎就已經到最後的階段 所以在上的時候呢 五連紋理 楊桃的紋路 都想把它一次加下來 帶一點點濕 讓它去走 讓它去融 好 我需要再多一點點黃色 好 要等一下才行 好 我們會來處理茄子 的部分 把它加 往深的地方去 跑不掉 就是往藍 以及咖啡 這兩個方向去 好 這個時候 因為我希望它 下去的時候 是濕一點點的 所以可以先刷 一點點的水 不要多一點點 那下去 你這個顏色 下去的時候 它馬上就會暈開 這個時候 看情況 把反光面給它留下來 好 類似像這樣子 然後呢 我覺得 我可以順便做影子了 影子我喜歡用咖啡 加上 藍色 然後呢 從 按面的地方先加 好 交界的地方 下去 好 這個地方 其他地方 也可以加 死卡也可以加 多一點點 然後呢 洗筆拌乾 開始 我換一支筆 對 一點點顏料就好 不要沒有顏料 順便 像這樣的影子的感覺 讓它淡淡柔柔的 好 好 現在其實差不多 剩一些細節的處理了 大致上